101 Club首次项目推介会日前在洛杉矶举行 众多政商名流业界同仁以及新老会员们 共同见证和分享了101 Club的成长与改变 101 Club是一家专注于向美国中小海淘卖家 以及创业者提供优质品牌资源和服务的分享平台 它创立了101共享商业模式 凭借自由的品牌资源、仓储以及成熟的物流体系 实现一键待发、直游清关等服务 经过多年来不断的努力 成功打造了一条绿色健康的跨境直游供应链 那我们101是一个B2B是一个分享制的一个跨境分销平台 那我们做了什么呢 我们是扶持所有在美国的中小海淘卖家 以及想创业 但是因为有太多资本人 我们给他们提供我们所有的产品以及服务 来帮助他们达成他们的个人目的 也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 会上101Club创始人Jean就创立101的初衷、特色 以及未来的发展做了精彩的演讲 也和大家分享了101Club的成长历程和蜕变 那我们主要是看到非常多的像海外的买手啊 代购啊 还有中小型卖家 他们呢是属于说 经常去扫货的时候 洛杉矶就特别热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妈妈都在外面推着小stroller啊 怎样 那我觉得是否可以提供我的这个资源 然后呢让他们可以只是转发朋友圈去销售产品 因为他们的能力就是在销售这一块 那么到最后呢他们产生订单之后就直接到我们平台来下单 那我们帮他一键待发可以寄回中国 最后101Club创始人Jean在会议上郑重承诺 所有101Club发出的货品百分之百是正品 绝对不可能也不允许出现任何假货 资深商业律师Michael表示 对于在网络平台上造谣诽谤以及恶意攻击的人 目前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 并将造谣者输诸于法律 他表示非常高兴能够代表101Club来处理此事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准备